大家好 真是漫长的一天 非常感谢主持人轻松的介绍 我也会尽量保持轻松一点 尽管市场环境可能不那么轻松 但对于任何刚接触熊市的人来说 熊市其实挺好的 让我们谈谈吧 当你处于熊市时 你会更少考虑价格 你会更多的考虑在加密货币领域 建立一些新的项目 这是我今天演讲的核心 也许是为了告诉你 为什么我要谈论这个 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里 我的名字是Lucas Virginis 祖籍是瑞士 之前就在柏林待过一段时间 非常高兴今天又能故地重游 但真的 我可以说我的整个职业生涯 都一直在创立初创公司 感觉已经做了一辈子了 我在Web2领域做了十年左右 然后又到Web3领域做了三年 在2017年我开始研究以太坊 然后开始意识到 区块链不等于比特币 比特币这种数字现金远不及可编程的货币 那么令人兴奋 当时的可编程货币就是以太坊 对吧 五年后的今天 五年后的今天 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波卡了 我认为它将以类似的方式向人们展示我们可以在整个数字世界和金融中做得更大和更好 所以我要谈一谈金融 我曾经说过我从小就是一个技术人员 是一个在家装电脑的书呆子 我一直认为财务人员是穿着西装很邪 只想着钱的人 我不得不说现在我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在过去几年 过去几年里获得了不少金融方面的支持 所以我想谈一谈这个 我也想谈一谈为什么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我开始关心它 我认为作为一个开发者 一个创造者 我们应该尝试建立一个更好的金融系统 这样我们就在金融上少一点麻烦 所以什么是金融 什么是钱 它涉及的面很广 但其中我一直关注的一个关键点是 钱有点像可以将想法变成现实的燃料 比如如果你想建立一个企业 做点什么事情 我们都需要通过支付钱来雇佣人来做事 建立我们的愿景并进行创新 所以钱是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问题是当你还没有大量资本的时候 很难获得融资 这就总结了我们今天所处的金融系统 如果你有大量资本 获得更多资本几乎是免费的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你就比较倒霉了 实际上如果用数字来表示这一切的话 比如我们的金融系统 投行 基金经理 还有律师 他们的代理人 还有成百上千的中介机构 整个行业估计占全球GDP的10%到20%之间 可以想象一下 每花一美元都有0.20美元去了银行家那里 花在什么地方呢 花在更有效的分配资本上面 你会想知道为什么 他们做的怎么样 为什么我们需要花费这么多 我们有互联网 区块链 我认为这就是比特币白皮书的动机 很多的Define ERC20 Token 代币的实际用处 我也认为这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应用 以及我们比较向往的一个未来研究方向 波卡具有向前发展的独立地位 独特地位 我们正在尝试使用Define 建立一个新的金融系统 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 我认为Define有三个核心支柱 或者核心动机 Define一直试图保持开放 同样适用于区块链 你想要透明 你想要被信任 并创建一个架构 给我们一种能力来建立起银行 所不能做的事情 银行一直在不断增长 但是效率低下 比如价值提取 这些其实是不需要的 因为一个简单的Define 接待协议就能做得更好 因为它能提供无需信任的机制 这样我们就不会像2008年 或最近的COVID-19那样搞砸了 我们知道今天的金融系统 以及他们的许多方式 比如奖励机制 其实是错的 因此让我们更详细的回顾 我们在过去五年中 实际所做的事情 我见证了Define这个词的出现 这个词大概已经出现了 三到四年 大概是2018年底 那时人们开始谈论 加密货币以及区块链 作为金融系统的一部分 我们开始看到稳定币货币市场 借贷协议货币市场 自动做事商交易所杠杆产品等等 所有这些事情都开始足快构建 就像传统金融系统中的工具一样 重构代码 唯一我们还会做好的事情 就是刺破虚拟货币的泡沫 我们这里谈的是牛市和熊市 在牛市中做什么都容易 VC获得的那些收益 实际上是来自于新用户的涌入 他们获得了增长空间 但其实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但这实际上和我最初打算聊的内容 大纲和想法有些不一样 20%的收益率 仍然是大多数人相信的 如果不是大多数 也有很多 然后我实际上今天准备在这里 向你们所有人说 其实10%其实是不合理的 没有意义的 我很高兴今天不需要这样说 但我对于现在发生崩盘 不是很高兴 但它最终会迫使我们 集中注意力在提供价值这件事情上 我认为我们能做的 以及Sentrifuge在波卡上 可以专注的事情 以及在整个Define世界中 是用现实世界的资产来促进波卡的成长 我提到我们一直在建立一个新的金融系统 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是如何将世界各地存在的所有这些资产 在物理空间中 人们向往 人们租的建筑物中 拥有的汽车中 人们正在接受的教育 为建立业务而筹集的资金 将其带入到Define 开始 开始实际替换如何将资产金融化 为想要建立业务的人们 获取融资 然后 谈论这里有什么巨大的机会 我们构建基础设施 我们知道互联网 我们知道区块链 我们已经知道互联网在90年代的几乎所有事情 但我们无法想象未来10年区块链能做什么 就像90年代的人们无法想象我可以拿出我的手机 和任何人进行视频通话 而我基本上随身携带着这个东西 并且可以访问任何数字信息 我认为现在区块链和Define 就会和之前的手机一样 这里的人们可能都是有远见的人 但即使这样 我仍然认为我们有很多有趣的东西要学 但是其中一件我们在做和希望做的事 就是我们想扩展并引入波卡 把这个基础设施带入到现实世界的资产 Centrifuge是Layer 1协议 我们让那些拥有现实世界资产的人们 可以用他们进行借贷 使用Define协议 用稳定币作为抵押物来铸造AUSD 在货币市场使用借贷协议来借贷各类资产 做不同的交易 相对于现在Define里面的很多投机性资产 把钱放到货币市场来赚取利息 会更有持续性 这里说的都比较宽泛 并没有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有太多关系 Centrifuge做的是建立链上的借券市场 在金融领域有样东西大家都需要的 就是借券 人们可以通过它获得资本 然后来构建新项目 我认为这是最有趣的用力之一 也是一些人最迫切的需求之一 人们谈论的是小企业信贷 小企业很难借到资本 人们也谈论了新兴市场的银行业 在那里获得融资变得如此昂贵困难 因为那是一个没有真正存在的市场 因此我认为通过为这些资产创建替代方案 我们实际上可以带来流动性 从而为所有这些新用户带来更低的利率 更高的透明度 就像为投资者提供更安全的资产一样 然后最终是基于其他平行链兼容 所以今天Centrifuge所处的情境是 我们的TVL大约有8500万 现在有8500万贷用于贷款 这些贷款正在发放给真正的 在早期等待的借款人 借助他们的房屋或介入他们的房屋 比如在印度新兴市场的紧急贷款 与贸易融资应收账款一样 从中国运往南美的货物 获得融资和过境 对吧 所有这些我们都不是只靠我们自己做的 我提到过我们从以太坊开始 Centrifuge在那里留下了一点历史 我们和以太坊上最好的Define合作 完成了这些工作 我们也非常兴奋 现在把这些资产带到了波卡生态 我和我们的制造商合作作为第一个上线 并实际生成DAI的真实资产 该DAI现在已经增长到超过3000万 我们正与AVE合作进行货币市场的测试 然后也有很多金融科技出创公司开始来找我们 为我们为什么要在老派银行圈子里建立我们的新银行基础设施 如果金融科技是更好的前端 为什么不使用更好的后端 这其实就说的是Define 而这正是 而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 我喜欢看到大家在熊市中继续创建新的项目 因为它是有组织需要的地方 它实际上是我们可以采用区块链技术 并将其展示给新用户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这里获得贷款 这对我很有帮助 而不是购买狗狗币来满满足我的好奇心或游戏 所以我们不是自己做完所有这些事 我认为这有点像现在的加密货币 看看以太坊 非常轻松的在不同协议之间进行交互 使得Define变得更有用 到目前为止 在Define领域最棒的创新是ERC20 它很简单 虽然简单 但是您可以与任何金融产品进行交互 您可以将一个协议转移到另一个 或移到另一个 这就是Define和英特网的力量 你可以使用网络浏览器查看世界上的任何网站 你也可以在EVM里面用ERC20与不同金融产品进行交互 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XM正在做的事情 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建造这些金融产品 建立标准 那么我们就可以齐心协力建造最好的内容 进行非常有意义的创新 并向人们保证 如果有人拥有更好的方法交易资产 那那个人可以提供更好的价格 而且没有任何中介或者另一个系统可以阻止他这么做 所有这些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些用力 我认为我们应该是应该要开始思考这些了 因为我们开始看到波卡已经开始指数级的增长 我们能够把这些都整合在一起 不仅是Centrifuge 而是所有的这些平行链一起建立这个新系统 为什么我认为波卡实际上有这种独特的机会 来做一些我们还没见过他做过的事情 我认为这取决于平行链以及XCM机制 就像将这两个技术结合起来 也许人们今天能够深刻的感受它 能够深刻的理解它也许不是 但这意味着我们允许项目之间进行交互 而无需在一条拥挤的链上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代理 但我们也得到了无需信任的交互 这些可以用智能合约来做 但在波卡之外的不同链上这么做却很难 说回Define 这些交互上面的便利使得更多的模型 可以更容易地进入到稳定币领域 不同的模型可以相互之间进行一些竞争 来选出最好的模型 就像在以太坊上 我们在AMM上试过了五个不同的模型 比如Uniswarp Uniswarp V2 Curve 如果你使用Curve调整曲线的话 可以更有效地使用稳定币 我们还有Uniswarp V3 Susiswarp和其他创新的项目 因为我们拥有这个开放的无边界生态系统 鼓励大家进行创新 所以这些都发生了 鼓励大家在基础设施上提高效率 这就是波卡拥有的神秘力量 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思考 团结一心 共建未来 我还想谈一下最后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一直在建设的 我们称它为连接器 连接器有点像结合用户界面和波卡上面的跨链通讯 而且使得其他链也可以使用 因此对我们来说 连接器会为我们平台带来更多的TVL 而且意味着为我们的平行链带来更多的用户 和其他项目有更多的合作 而不是竞争 我们让用户更容易的使用我们的资产 在不同的平行链上反问这些资产 甚至是不同的EVM链上 我们正在做的是关于改善用户使用资产方面的体验 这不仅仅是桥接 不是一个简单的分岔 先说到这里 但我们之后会分享更多关于跨链交互的思考 以及这些跨链交互能够更加的对用户友好 就像现在的ERC20代币一样 这是我所期待的事情 因为我们将在我们的平行链上 推出越来越多的产品 先说这么多Connect连接器吧 如果感兴趣可以到我们的网上查看 我在那谈论了很多关于Nomad 无需信任的不同的桥XM等等 推进跨链交互的边界 我们并未止步于桥接代币 这对于我们在多链世界中的存在非常重要 我认为我们今天处于这个非常独特的位置 我们看到了技术 及其在世界上实际建立新金融系统的潜力 它对所有人都保持开放 而且更实惠 因为它设法整合了整个金融基础设施 最终这将是公平和更好的 并激发创新和所有这一切 甚至更多令人兴奋的东西 感谢你们来参加我的30秒立志演讲 我的Ted Talk 希望你们有所收获 愉快的建设 我们还有问题 您还没有结束 到讲台这边来 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 Sentu Fruit对于解决不同法律管辖区的多个市场的这个难题 是否有信心 说到现实世界 这是一个祝福 也是一个诅咒 因为我们当然要考虑合规性问题 没有合规的话 你就不能很好的工作 我认为在虚拟货币领域合法合规 并非不可能 只需要一些额外的工作 比如我们就一直在美国市场做到合法合规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SEC 我们需要关于证券化方面的合规设置 把那些资产放入链上 比如区块链 我想说这是可能的 就是多花点精力 太好了 你如何防止一个像LunaUST这样的事件 在播卡上面发生 我想说Luna的失败本身并不是杠杆问题 恐慌之后发生的事确实是杠杆问题 我觉得Luna是缺乏大规模使用和抵押的问题 我不想过度讨论稳定币抵押问题 这可能需要另外的一个小时 但是Luna失败在于补贴用户 如果他们不让这个引擎继续运行 它就会消失了 大家就会都吓坏 并同时逃离 那些获得人们信任的 就有真实资产背书的稳定币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看看那些去中心化货币 杠杆对冲基金 他们破产了 但是我想不出有一个大型的信誉良好的低发音协议 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像MakerDaw就没有崩溃 以太坊本身这样的链保持着去中心化的透明度 都还在继续工作 保持着去中心化透明度的 透明的项目 证明在疯狂的低迷时期也还可以继续工作 甚至做得更好 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他们 太好了 下一个关于低费安全的问题 低费很棒 但是安全性方面非常重要 有什么计划可以确保波卡里面的安全性 并防止黑客的侵入 我认为复杂性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提到了ERC20代币是多么简单 我认为这使得它构建安全的东西变得容易 波卡本身的技术非常复杂 如果我们尝试降低复杂性 真正构建简单的工具 并让我们构建这些金融产品 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比如我们在使用的以太坊 开发者工具以及相关技术 就像建造火箭飞船 你必须真正愿意投入来建设 来建造火箭并进行测试 并考虑任何可能发生的场景 在你发射之前 所以那就是ALTA的工作 对吗 是的 我们开始于小的测试场景 我们有五个不同的测试网络 用ALTA来测试那些早期的产品 先小范围进行测试 降低风险改进技术 最后才部署到Centrifuge上面 好了 最后一个问题 您提到把现实世界资产链 带到链上 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总会有人想要在现实世界中进行借贷 对吧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 我买房子需要贷款 我们和金融科技公司 而不是科技公司合作 他们有融资需求 他们和我们一起工作 有点像使用加密货币来获得融资 另一方面 有人在Define里面想要购买代币 我们创建Centrifuge 来服务这两类人 以及在别人投资的池子里的资产 是 是 感谢观看